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我国古代,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奇珍异宝,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表率。 今天,小编就说一个古代的民宅,这个民宅可是不同于平常。 据专家检测得知,这座房子是由金兹南部建成的。 原来这个房子是一位独居老人所有,他是所在村里最贫困的一户人家。 老人已经有78岁,旗下有四个儿女,最小的儿子还没有结婚。 这两年,村里都在进行发展建设,老人的房子也被划为了拆迁的对象。 老人的家族世事都在这里居住过,对这个房屋多少有一些不舍。 可邻居说,拆了房子会有补偿的,你可以再用它来买新房子。 最后老人没的法,只能请专家对房屋进行鉴定,以便估个价,还要补偿款。 但专家鉴定后,告诉老人,这个房屋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,最早是建在明朝。 还特别告诉老人,这个老屋是用金丝楠木建造的,估价有8亿元。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,金丝楠木都是珍贵的木材。 在古代,这个木料只能用于皇家的宫殿建造。 据现在的市场行情,如果用上好的金丝楠木打造的首颤,价格就有100万,可见这种木料的珍贵。 这种木头在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但内部的纹路都是金丝状的,而且颜色像琥珀色一样,还能散发出来特别的香味。 因为其木材稀少,而且成年树都是经过上百年的时间才形成,所以它是比较名贵的,是不可再生的资源。 。